我们来到红柠哥游戏结论直播现场,正在给大家直播服说的是全黄酒吧中韩对抗赛 今天晚上是近六强,有五个角色不能用的,小孩这边首发是齐加射,对面首发也是齐加射 韩国的第一高手对战中国酒吧的顶级高手小孩 这场对决,神仙还有12个B 呃,我把B数更新一下吧 感谢我破冷额子的李花筒战宝支持,谢谢 中国类目前小孩三个B,大口四个B,一共七个B,神仙一个人剩下12个B,他是队长 他是队长 欢迎大家回来啊,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的话是小孩 什么顶级高手,对战世界第198高手,他就是好吧 对对对,你说啥都对啊,CR7啊 你把名字改了吗,你把名字改成杠金德了,好不好 好,你把名字改一下,不要叫什么CR7了 叫杠金 不说都知道小孩是世界第198了 大家都知道,还有你去特别说明吧 谁不知道啊 就你不知道 真正牛逼的人啊,不需要每天人家去说他,知道吗 大系列都有数的 fight 不是 是 好了 那么现在小孩这是吃了咱们那个牛肝了 现在已经正确了 觉醒了 拿下了第一灯 拿下了第一灯 第一个币 你猜对了吗 韩国神仙剩下11个币 中部队总币是7个币 差了5个币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差了5个币不好打的 毕竟用的不是主力啊 现在差了4个币了 差了4个币了现在 去掉刚才算上刚才这个币的话是4个币 围长他们一模一样的 他是看人的 看人选人啊 我干过数学开代表了呀 这点问题算不到我的 好吧 等场比赛来对小孩对着韩国神仙剑 比赛是骑压者对战骑压者 明显小孩这边的骑压者抢到了一个线手 一个鞭腿飞掉的地方的骑压者 还有一个半戚量 加上一个讨替金 随间这里放弃了半戚动魔 就是要打力回战 他有机会 那么98就是个拼力回能力的一个版本 那么血量太少支撑不住了 还有一个半戚量 加上一个讨替 就是要打力回战 他有机会 那么98就是个拼力回能力的一个版本 那么血量太少支撑不住了 还有一个半戚量 加上一个讨替 小孩现在 牢牢掌控着场上了个节奏 风测索 对方有一气 小孩就正常反击 还两剂 压起伸波 好 就是要立回他 哎呦 我去 这个叉合慢了 中断击则 这里就是要立回 什么叫立回的极致啊 好的 现在小孩也不着急跳鸭了 有粉丝你过来攻我 奥尸龙 韩国好是我害他呀 活活活力回死了 对面的板击梁 活住了 欢迎TPP 现在小套 自欺小套 小孩现在占有一个人数上优势 下盘两点之后 牧牙一个战情拳 确认容易跌一线的一段 小套只剩最后的伞 三个重拳就可以解他了 小孩能了反击 还有两个重拳 小套现在也是资源非常的丰富 那么能了反击 恭喜小孩2b0拿下韩国神仙 你猜对了吗